美国居民卡书吉10月2号在沙特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遇害并被肢解 并没有让特朗普总统改变美国政府对沙特的政策 此前有报道称 美国中央情报局高度确认沙特王储下令谋杀了卡书吉 特朗普星期二被问及这个问题 这只是他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 你如果看一看伊朗的所作所为 他们是糟糕的演员 你如果看看叙利亚发生了什么 阿萨德杀害了几十万人 我们与沙特站在一起 我们站在沙特一边 包括即将离任的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鲍伯考克在内的两党议员 都对特朗普支持沙特的言论进行了抨击 我们一方面有一个几十年的盟友 同时我认为那个王储下令杀害了一名记者 我们面对的局势很微妙 所使用的言辞好像他们是为沙特写一篇新闻稿 而不是为美国写的 另一位共和党籍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发推说 美国必须面对国际舞台上不完美的局面 但他提醒说 当我们失去道德声音的时候 我们就失去了我们最强大的资产 国务卿蓬佩奥一直都在强烈批评伊朗侵犯人权 但他星期三接受电台采访时表示 沙特在重要的人权议题上有所进步 蓬佩奥星期二被问及美国政府实行的 美国优先政策是否意味着人权最后 对你提出的另一个问题的最好回答 就是看看我们已经采取的行动 我们已经进行了大量的努力去调查卡舒吉的遇害 但分析人士埃伦米勒认为 特朗普处理人权议题时带有选择性 我们希望沙特去遏制伊朗 我们希望沙特去推动尾巴和谈 我们希望将沙特王储捧为改革派 却忽视了他下令对公民社会的记者 进行了残酷镇压 下令处决了卡舒吉 埃伦米勒还列举了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例子 他说尽管俄罗斯政府据称参与杀害记者 政治反对人士和前间谍 但美国和许多国家继续与普京打交道 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塞内的报道 下令处理人权